夜闻胡琴雨 辗转不成别 这是苏哲先生笔下的二胡 那今天我们这一位推荐嘉宾呢 他是一身白袍一把二胡 旅居法国二十年 足迹遍布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有请推荐人国感老师 和他的新思路乐队 优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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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 马铭声 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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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有 马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请两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郭感 李法云一佳 非常高兴带着我的二胡来到这个《非议》的节目 大家好 我是Rice燕许佳 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 谢谢两位 佳佳作为年轻人 为什么会想到助力我们这样一个非议项目 因为我本身呢 就其实对中国的明月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了解到郭感老师的一些故事 也非常的敬佩吧 然后你非常想要通过自己一点 微博的力量来为非议助力 为二胡助力 对啊 我们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助力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 也都喜欢上二胡 对吧 谢谢 那我们看到其中作品当中的 选择了这首歌《我和我的祖国》 郭感老师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考虑 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作曲家 是我们杨一轩的院长 原来的院长 齐永诚先生 那齐永诚先生是在英轩看着我长大的 也是他把我推荐到法国留学的 那佳佳和郭感老师合作这首歌曲 有什么样的感受 合作这首歌的感受 就是因为我最早听说了 郭感老师的故事之后 就觉得真的就是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 但心中一直心细着祖国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想能够完成这首歌 会非常的感动 我其实特别想听听 就是你们 因为经常在这个海外 比如说听到这种家乡的音乐 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觉 刚才听到那首歌 还挺共鸣的 我们二十年前 在国外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远离家乡 其实是要感谢这些艺术家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优秀的 让我们能够想到根的作品 这些艺术真的给我们带来了 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力量 我们听过很多版本的 《我和我的祖国》 但是这个版本 我觉得又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好的 那非常感谢佳佳今天助力 这样的一个非议项目 谢谢 请台下休息 谢谢 刚才您也说到了沈阳音乐学院 那您肯定和朗朗应该是有渊源的 对吧 对 因为我们两家是算是四家 朗朗的父亲朗果润 是我父亲的一个二胡学生 那朗朗得叫您叔叔了 这么说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天津微信 他总共叫国歌 各论各的 对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个舞台 您的一首赛马呢 又把我带回了我的小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的对面楼里的邻居 每天他都要练好多遍 好多遍赛马 我从来没有听到结束 最怕的就是刚学二胡的人 你知道吧 如果你的邻居 有个刚学二胡的人 太可怕了 他拉赛马 他不是万马奔腾啊 或者是这个 对吧 完全是受伤的马 经常也破音 在嚎叫 你知道吧 那种感觉太刺激了 二胡不像钢琴 对 包括吉他 他有品 调完以后都很准 二胡就是两根弦 像一个人在走钢丝一样 你重点 轻点都有问题 是 差到搞住 今天终于听到了一首完整的 而且是那么的心音流水的一首赛马 谢谢 国甘老师 我以前听过您好几次 您的音乐 非常非常喜欢您 您也是我的老乡 虽然是旅法那么多年 您还是相音难改啊 对 您比我口音还重 有时候说 有时候说法语也有那种 东北口音 水阳味 对 说法语带着东北口音 我觉得这个难以想象啊 那个是很有意思 就是相音难改 比毛吹嘛 那个光刚老师 跟大家一会儿分享一下 您一个人在海外 把我们的传统的二胡文化 让世界人听到 您的声音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您肯定从留学到生活 到同样二胡文化 都经历了很多 其实一个中国的传统音乐家 要进入国外的一个 主流音乐圈很难的 那么我刚到巴黎的时候 住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里 那十二平嘛 因为我父亲 果俊明是一代二胡大师 水阳音乐圈民音系的 这个前系主任 我们家就住在水阳音乐圈院里 我到国外了以后 感觉一下就 到了最底层 从零做起 确实心理落差特别大 其实现在在国外 有很多从事民音乐的音乐家 大部分啊 95%都改行了 只有我坚持下来 虽然我动摇过 我还是坚持下来的 我当过私装模特 当过电影的那个跑龙套的 做过很多这样的艺术打工 因为当时我也想了去刷盘 到餐馆刷盘的什么 当时都想了 后来我觉得 还是坚持我自己的音乐梦想 我要保护我这个手 其实那个工作也可以做 但是确实对手有一定的伤害 所以说我选择了 一种艺术打工的形式 养活了我 后来我就演出越来越多 我就慢慢地一点 通过组织乐队啊 给电影音乐录音啊 然后跟这个教演乐队合作 慢慢地就打入了这个 法国的主流音乐圈子 这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这些年可能我觉得 像您这样的音乐人的 逐步的这个推广 西方音乐界应该对我们中国的 不仅仅是二虎 可能对我们中国的 很多民乐的这个乐器 有了更多的了解 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了嘛 那大家也可以 通过网络可以认识一些 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音乐 传统艺术 但是还是需要有人走出去 去推广 去介绍 我的未来的这个志向 也是要在国外扎根下来 多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时候 真正让我们能体会到那句话 说这是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那句话 二虎其实我从小呢 我对它是这么个理解 我觉得其他的乐器呢 是可以让你背后发麻的 但是这个二虎呢 是可以让人流泪的 其实二虎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我作为一个产品 和包装的设计师 我真的不知道 从哪里去下手去 因为它已经非常完整了 哎呀 也是太完美了 很难下手 其实是问题 还在想该怎么介入 还在继续创意当中 尤其是在这么成熟的一些项目上 继续去挖掘 我觉得这恰恰是最考验 大家的智慧和创意的 好的 国刚老师 可以到台下先暂坐休息 谢谢 谢谢